有个非常高的山坡挡住了巨龙 我们的狮子它会怎么上去呢 哇 好 掌声鼓励 狮子一上山经过连续的飞跃 跳着之后来到了一种小山坡 而狮子在小山坡上仔细地观察着四周围的情况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位游客早早地挂起了一个头彩 挂机在广东等南方地区 用一个挂起了头彩头 而狮子去采金当然也代表了祝福性 待会狮子成功采金之后 我们将第一位请您 就来接取这份吉祥游艺的采用 好了 狮子看着前方连绵不断的山坡 狮子它会怎么过去呢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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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